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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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岛上以及海底 仍可见到许多古代的遗址以及沉船 这些都共同见证了人类在此活动的历史 东沙岛全岛 由珊瑚沙与贝壳沙堆积而成 全岛没有山 没有河流 也没有土壤 地势平缓 海拔最高只有7.8公尺 因此 全岛的环境 都深受海洋生态的影响 东沙岛的外形 犹如螃蟹的大前傲 中间环抱着一个 面积约64公顷的岛戏湖 戏湖内外 布满了广大的海草床 这是东沙岛 潮尖带最重要的一个生态系 在沙滩上 因为风力与海浪 所堆积的干枯海草 常常聚集了一些小生物 因此在每年的春秋两季 候鸟大量过境季节 这里也成为水鸟 很重要的一个栖息环境 东沙岛的植物 接近热带植物象 虽然许多种类 在恒春半岛 蓝宇以及绿岛都可以发现 但是像这个海人树 在台湾并没有分布 沙滩上的植物 受到海洋 以及季风的影响很大 因此东沙岛的许多植物 在叶片上都具有蜡质 以及绒毛等特征 同时叶片也比较肥厚 这些特化的生理构造 可以帮助他们 抵抗海滨的盐分 以及干旱 这里是东沙的岛戏湖 红树林是这里 最重要的生态系 同时这里也是每年春秋两季 水鸟最重要的栖息地 各位在沙滩上可以看到 绿油油的海麻池 也可以看到露出呼吸根的海茄冬 若您在岸边 仔细地等待观察 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沙潮蟹 若您来到这里 一定要仔细地观察哦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东沙岛的岛中央区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区域 这里曾经有非常茂密的原始海岸岭 如今不复见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当地的信仰中心 东沙大王庙 旁边的琼崖海棠 以及橙花破布纸 来印证海岸岭曾经存在的事实 为了恢复东沙岛原始的植被面貌 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成立之后 积极地再进行原生苗木培育的工作 也克服了岛上淡水取得不易的困境 看着这些苗木一天一天的成长茁壮 我们也依稀勾勒出 这个南海明珠最初的样貌 我们节省地欢迎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